把我們生活中本身來講起來 確實是把真理教給大家 確實是把真理教給大家 那你只要把妄念給它欺足掉 妄念欺足掉 把你自己也欺足掉 當你自己已經被消除了 你的妄念被消除了 你的貪嗔之被消除了 你的世俗的一切被消除 你就是永恆 在基督教裡面講就是永生 就是無限 也就是最大的快感 所以人家講說成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成就 其實成就 就是無限的喜悅 無上的快樂 你終於看到自己的心 你終於明白宜宙的真理 所以你只要腳踏實地的實修 不要再去想什麼神通啊 那個神通是附屬的 當你跟至上的意識 能夠結合在一起的話 你的法力也是無限 宜宙的至上意識有無限的法力 你跟它合一的話 你就有無上的法力 也是在你身上 只是跟大家講一句坦白的話 這世俗上那個時候你也不需要什麼 你真正跟宜宙的至上結合的話 一切的法力也是都是虛的 都是空的 沒有必要 剩下的就是慈悲度眾生的心 就是菩提心 因為你已經跟本尊相應 你跟至上也能夠溝通 你有法力要做什麼 所以有也是虛 神通也是虛 法力也是虛 只剩下一個無限的 永恆的喜悅 這個才是真正的得到 真正的得到 不過你如果在人間遊戲 在人間遊戲的話 你可以藉著你這個物質的身體 來救度眾生